大家好,这里是龙话说句 稳坐大班也不问公司式的大老板 采取特殊手段,使自家企业更上一层楼 乔装卧底潜入自己公司 今天给大家带来卧底老板的第14集 肉桂卷有限公司旗下共有900多家面包店 分布于世界40多个国家 年收入超过5亿美元 面包店涉及11000多名员工 这些员工都由一名女人管理着 凯特则是肉桂卷有限公司的总裁 她成为公司总裁还不到两年 凯特一直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 她的真言是让她成真找出答案诸如此类 她告诉所有人都要做到实事求是 凯特说她的真言有一部分来源于自己成长的过程 她的父亲是一名越战老兵 自从在战场上回来后 整个人就变得焦躁不安 不再参加家庭的任何活动 把事情都留给凯特的母亲做 每天外出喝酒到很晚才回家 在凯特9岁那年 她的母亲鼓起勇气离开了她的父亲 带着她和另外两个妹妹去了别的城市生活 母亲艰难的带着三个女儿生活 这也使得凯特飞锁的成长起来 学会了承担责任 凯特渴望着成功 19岁时 她开始在猫头鹰连锁餐厅工作 一路从女服务员做到领班 在凯特26岁时成为了餐厅的副总裁 她在卧底前去找了猫头鹰的前任总裁 科比·布鲁克斯 想听一听她的卧底经历 布鲁克斯告诉凯特说 这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是赵马轩科 而是百分之百的真实 让她试着忘掉在办公室和董事会议的那些事 更重要的是 布鲁克斯说 节目结束后 她会成为一个更棒的人 凯特将扮成一名志向高远的面包师 为开蛋糕店来迎娶资金 在卧底期间 公司的员工会误以为 自己参加的是 一场由公司主办的 两人竞争开店资金的真人秀 然后由员工们决定 面包师是否有资格拿资金去开店 告别家人后 卧底之路即将开始 卧底的第一份工作 在维恩市一家购物广场里的肉桂卷店铺 做一名监督员 她来这儿是想看看公司推出的新品 是否已经开始出卖 待她的是梅拉 梅拉告诉凯特 面对顾客时 要时刻面带微笑 要努力增加销售额 梅拉一直让凯特往柜台前走 凯特说她非常年轻 但非常具有领导能力 当梅拉触碰凯特的头发时 她害怕假发被发现 卧底计划暴露 好赛梅拉及时收手了 随后梅拉就带着她去刷盘子了 她告诉凯特 刷盘子能有多快就要多快 休息的时候 凯特了解到 梅拉马上就成为大学生了 她的爸爸妈妈离婚了 因为爸爸的不忠 因为这件事情 妈妈也没能及时做肿瘤切除手术 好在一切都有了转机 经济好起来后 就去做了切除手术 现在病情已经好转了许多 梅拉为了帮母亲减轻负担 所以能在工作的时候 经朋友介绍来到了肉桂卷 梅拉一直很努力的工作 为了不让给予她机会的人失望 这让凯特也受到鼓舞 触动了她的心扉 凯特说 梅拉虽然经历过一些艰难的时光 但她值得拥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卧底的第二份工作 在斯托顿市麦如奶油公司旗下 在一家店铺担任机器操作员 麦如奶油公司 是肉桂卷公司的最新合作伙伴 这次凯特想看看 麦如奶油团队 是否采取了和肉桂卷公司 完全一致的质量和要求 带她的是琳达 琳达已经在这里工作34年 她和凯特说 她最爱的是肉桂卷 随后琳达开始给她示范 怎么操作机器 到凯特操作机器 琳达刚和她说完 别摔下来 她就摔下来了 琳达告诉她 要跟上机器的节奏 一旦有一个人慢下来了 那都会慢下来 闲聊时 凯特了解到 琳达是一个单身母亲 有两个孩子 现在在抚养她的外孙 外孙是她的小女儿 年少时有的 孩子的父亲 后来和小女儿分了手 琳达他们取出所有的存款 找了律师 才获得外孙的监护权 她说 虽然现在日子过得苦一点 但总会过去的 这次拍摄 最让凯特吃惊的一个部分 就是员工们经理的事情 这让她的情绪起起伏伏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只能活在有限的时光里 卧底的第三份工作 在戴斯酒店旁的 入柜卷小型面包店 做咖啡厅资客 这次凯特想看看 这些提前制作的入柜卷 是否能让顾客们满意 但她的是莫卡 她让凯特换上制服 随后就带她开始 熟悉工作流程 凯特说 莫卡是个正能量爆棚的人 莫卡带着她去大厅工作 在凯特工作的时候 出现了一位大哥 大哥问她 是在拍摄什么节目 凯特没有回答她 大哥一脸得逞的样子说 这不是卧底老板吗 这可真是 半路杀出个成小金来 他和大哥说 不 这并不是 这只是一个 可以赢得开店资金的真人秀 太景色了 还好莫卡没有听到 不然可就暴露了 凯特认为 莫卡就是顾客服务 这项工作的杰出代表 他服务每一个客户 都面带微笑 闲聊时 莫卡说 他希望自己足够努力 直到变成一个团队的领导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卧底的第四份工作 在帕拉莫市的肉桂卷面包店 他想知道 在众多糕点的店铺包围下 为什么这家店的营业额 还在一直上升 待她的是米格尔 凯特这次的工作是收银 还有做耐息 米格尔告诉他 该如何与客户交谈 如何能吸引更多客户 随后他开始教凯特 如何制作耐息 到了凯特工作时 他非常慌乱 还把制作耐息的机器打翻了 米格尔没有怪他 还帮他一起做耐息 他在这里工作已经11年了 因为刚开业时 没有多少顾客 所以他们改变了营销方式 改变后 顾客才慢慢多了起来 聊天时 米格尔说 他想自己拥有一家面包店 当听到他的目标是 拥有一家面包店时 这令凯特非常开心 米格尔是一个 有野心想提升自己 实现更多的人 他和凯特说 事情顺其自然就好 把自己所想的事铭记于心 一切都会自然的发生 休息时 凯特给他的妈妈打了一个电话 他和他的妈妈说 能做您的女儿 实在是太幸运了 说自己感到无比的幸运 可以得到许多机会 一步步走到现在 能拥有现在的成就 我的工作终于结束 员工们被召集到公司总部 以为自己要见的是一位投资人 让他们来反馈凯特在卧底期间的表现 能否拿到资金开店 但当凯特说出自己的身份时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第一位见的是琳达 凯特很喜欢琳达身上的一个特点 以自己的工作为傲 他想帮忙改善那些浪费食品的用途 把那些损坏的产品 再利用给予真正需要的人 琳达听后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凯特打算给他一周的带薪休假 和一次免费的华盛顿特区之旅 他会拿出一万美元来和琳达一起为外孙建立教育基金 琳达听后很感动 他感谢凯特为他和外孙做的一切 第二个见的是莫卡 凯特很骄傲 由莫卡这样的员工来担当公司的门面 他会将莫卡调到专业培训师的岗位 以此来帮助陆桂奖的店铺 在旅游服务区开业 莫卡很乐意接受这份工作 凯特想让莫卡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将会拿出一万美金 还会在银行以莫卡的名义开一个账户 再额外存一万美金 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 为此他很感谢凯特 第三个见的是梅拉 梅拉是一个有强大内心的人 他很高兴能真正的认识凯特 凯特说他很特别 有他那样精力热心的人 一定能够做成任何事 公司打算资助并成立乳腺癌募捐会 募捐会将由梅拉和她的母亲一同运营 凯特将拿出一万美金 作为教育资金来支付梅拉的学费 他还想给梅拉一万美元 存入银行中资助他和他的家人 帮他减轻一些经济负担 梅拉听后激动的抱住了他 他从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开心 第四个见的是米格尔 他给凯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店里展现出了专业水准 远远超出凯特的想象 他说因为他喜欢这个职业 凯特打算让米格尔和他的团队 录一个教学视频 这个视频将会广泛流传 凯特要让他拥有一家自己的面包店 肉桂卷公司和他会支付这家店的经营费用 建造一家属于米格尔自己的面包店 听到这他激动的哭了 还站起来抱住了凯特 他一生都梦想要拥有自己的一家面包店 米格尔真的很感谢凯特帮助他的一切 经过这一周的卧底 让他认识到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他非常感谢许多曾经帮助夸大的人 希望自己还可以继续这样 为其他人提供机会 把爱继续传递下去 今天的卧底老板第十四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想继续观看 我在频道等你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